新生寶寶就在保溫箱裡 卻有一堆媒體真相搶拍 原來這位新生兒的媽媽 就是總理候選人被東丹 大方分享當媽媽的喜悅 這裡泰國大選不到兩個星期 為泰黨候選人被東丹 多次民調可是第一位 大選前生下孩子只休息一天 被東丹就如火如荼開始跑選舉行程 他說兒子就是支持他的神秘力量 泰國將在5月14號進行國會選舉 身為最大在野黨維泰黨候選人 又是前總理塔克辛女兒的被東丹 成為下一屆總理的機會很高 只是最新民調顯示 前進黨皮塔後來居上 超車被東丹民調 最後誰是總理人選 還有變數 象徵旧體制的軍方勢力 在這次選舉中 可能不再受民眾青睞 而被東丹的爸爸和姑姑 分別是前總理塔克辛和盈拉 都是被親軍方勢力趕下台 流亡海外 現在也有人擔心 如果被東丹當選 他的家人可能回到泰國 造成政局混亂 不過被東丹也強調 他參選與爸爸是否反泰無關 也否認跟軍方有所協議 華視新聞專題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從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